我爸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所以我想知道 他到底在做什么研究 古静 我先帮你坐下来 好 古静 你是来找古静姐的 他下午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没接起来 等我打回去的时候 他就关机了 我担心 应该没什么事吧 你们俩 就唱哪出呢 阿子把脚崴了 我送他回来 你别查开话题啊 你跟古静姐吵架了 小孩子 大人的事你不懂 古静 古静 你去哪儿了 手机怎么关机了 我手机没电了 我哥送你回来的 我哥送你回来的 对啊 你干什么去了 他为什么会送你回来呢 唐枫没有告诉你吗 你告诉我什么 不是你安排的吗 我安排的 我安排什么了 我安排你们两个人见面 我自己不出现 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还想我什么都不懂 一修哥他神经敏感 他给你打电话 你关机 他怕你出事 所以过来看看 不过你现在没事就好 都已经很晚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先走了 两位美女玩 不是 我说你非拉我出来干嘛 我那是在救你 你没看见人家古静 什么都不想说吗 我就奇怪了 不就是跟我哥出去一下吗 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 你今天是智商下线了吗 第一 刚刚我跟阿子都在屋里呢 你一上来就开始质问人家 你让人家怎么说 第二 你要是真想知道 你怎么不去问你哥呢 干吗弄得人家古静下不来台 我哪儿让他下不来台了 随便你 反正在我看来 人家古静从一开始 就没有想隐瞒什么 是你突然之间嚷嚷起来 你让人想说也变得不想说了 哪有你说这么严重啊 我有吗 有 你跟个疯狗似的 在阳台上看完车之后 一见了就进入狂躁状态 那我 我不就是着急吗 那我 你呀 今天剪直了 这醋坛子打翻了 真是不得了 我没吃醋 否认 跟嘴硬都一样 我说你小子 你是不是皮痒了你 是的呢 好痒哦 我 你 嫌了别傻了 喜欢人家就直说 都吃自己老哥的醋了 还不明白呢 你回来 喝咖啡吗 喝咖啡吗 你在跟你干吗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让你离古境远点 我们俩的事跟他没关系 看来你跟古境是没有沟通过 你别在这儿卖关子 到底想干吗 我说你怎么那么奇怪 气性怎么那么差啊 不是你让我帮他找心理专家吗 心理专家 我按照你给我提的要求 做了你要求我做的事 怎么我倒是落起埋怨了 我什么时候让你找过心理专家 我怎么不记得 不是 你到底在盘算什么呢 你先生带我去爸的实验室 跟我讲了一堆关一爸的事 然后单独带古境去见心理专家 哥 你突然这么关心起我来 我怎么觉得这么不自然 我觉得很自然 我当哥的关心弟弟有错吗 倒是你 为了这么一个同事 闯到我办公室里来了 爸 你看你现在说话这样 你就不像我那个高在上的哥哥 你到底想干吗 你一进门就一连串的吃饭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看 古境跟你说过他见到我有什么不愉快吗 我想古境那么敏感的一个人 最后还会同意让我送他回家 这已经非常明显了 我们两个不是敌对关系 甚至可以说 成为了朋友 朋友 我实在是想不出合理的解释啊 以你的为人出事 你怎么会能交没有价值的朋友呢 他对我是没有价值 我关心的是你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包括我喊你去祭拜爸的时候 你也没演这么一出 心胸热地的戏啊 我在实验室跟你说得很清楚 我们两个人同病相怜 是天生的难兄难弟 忘了 不了了 我国内的新家你还没去过吧 里面有一间 放满了汽车模型 专门给你留的 你的好意有心灵啊 不过我还是喜欢爸妈留下那老房子 你忙吗 我走了 我走了 好 我们走了 走 您好 妈妈请问一下余教车的办公室 那边 谢谢 没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署名歪退了 应该就是您吧 要咖啡吗 谢谢 我记得小时候 您还带我一起去过天文馆 您和我爸从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好朋友 所以我想问问您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研究呢 时间过得真快啊 陪黄老唐 我已经走了十几年了 谢谢 这个实验室是你找到的 是我哥找到的 那你们兄弟俩 打这个实验室的主题干什么 那现在就是一间破房子 没有任何架势 我听我哥说 我爸有不为人知的意念 所以我想知道 他到底在做什么研究 不是 我是 你 你 我